这是一锅满满的胶原蛋白 猪蹄特别的软烂 咚咚咚的就跟果冻一样 鸡爪也是一米就脱骨 猪蹄买回家之后不要洗 加入两到三勺的盐 抓拌均匀之后 用保鲜膜风扇 放进冰箱冷藏三五天 腌过的猪蹄肉汁会更加的紧实咸香 拿出之后直接冷水下锅 加葱姜白酒去腥 水开之后继续煮两分钟 把浮沫撇到一边捞出 再用温水清洗干净 鸡爪子剪掉指甲 中间剪一刀更入味 也是一样的冷水下锅焯水 水开之后继续煮个一两分钟 给它捞出来 也要再清洗干净 沥干水分备用 锅里面是菜籽油 做荤菜我都习惯用菜籽油 先把姜片爆香之后再下入猪蹄 先给它煸炒几分钟 炒干表面的水汽 不仅吃着会更香 而且还能去腥 往一边推开 揪着底油下入豆瓣酱一勺 把豆瓣酱炒香炒出红油 再放一把泡椒 放了泡椒会很提味 而且还可以解腻 再放生抽 蚝油 干辣椒 花椒 香叶 八角 桂皮 炒出香味 炒香炒上色之后 就可以倒入多一点的开水 整体要没过主体 为了节省时间 就直接转进压力锅里面 上去后先压15分钟 再对着水龙头 冲洗解压 开盖后倒入鸡爪 再盖上盖子 继续压10分钟左右 时间到捞出 一定要留一碗这个圆汤哦 一会用得到 重新起锅烧油 炒香 姜蒜末 小米辣 再来一点辣椒面 炒出香味跟红油 倒入猪蹄 再放一点盐 胡椒粉 生抽 松鲜鲜调味 盐你们悠着点放啊 因为猪蹄是腌过的 前面还放了豆瓣酱 翻炒入味之后 把这一碗的圆汤倒进来 它的作用就是 焖煮个三五分钟 会更加的入味 出锅之前放入青椒 葱段 再一次翻拌均匀了 就可以起锅装盘了 这个短短短的口感 姐妹们你们都懂吗 真的特别的好吃啊 谁能拒绝呢 好 好 好